Hello 各位 我是皮卡路 YO! 在玩完无数小时的大乱斗后 你的身体是否能准备好迎接2019年第一款大作呢? 没错! 新超级马力欧兄弟U豪华版 名字很差 终于上市啊 但说大作好像也怪怪的 因为这款漆是2012年新超级马力欧兄弟U的重制版 包括了之前所有发售的DLC 像是新超级卢力基因 并且再加上一些额外的新内容 虽然只是重制版 但不要忘记哦 原版只有在卖的很不好的WiiU主机上面发售 而现在豪华版终于在最新最活2的Switch上面发售啦 那要说这款主要的新内容是什么? 就是新加入的这两个角色 贼头贼脑的偷天兔 跟大家最喜爱的库巴基 等一下! 你真的以为这么幸福啊? 说到这比游戏本身还要大的新闻 这款不但没有库巴基 反而只加入了奇诺比克 任内堂甚至在游戏内 特地暗示了库巴基 根本就不存在在世界上 打破了无数玩家的美好幻想 我真的搞不懂 明明就是一个这么无害纯认的idea 而且又是玩家们自主想出来的 这天堂为什么不承认我们呢? 明明这么清新 这么正直 适合合家观赏的角色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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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库巴基 这款内容到底够不够呢? 我自己玩了一阵子 可以给你报告 绝对够你玩很久 游戏总共有160几个关卡 假如你已经错过了Wiii的版本 或是你只是单纯怀念 特地的玛丽欧 你都可以入手这一款 但这些都只是我的第一印象而已 这个影片我们主要来看看 各大专业评论网站是怎么样 评分这款游戏的 那我们Let's Go! 目前在这个国外权威的评分统整网站 Metacritic上面 47个专业评论 分数平均起来 新超级玛丽欧兄弟U 豪华版 还是很长 已经是80分啦 是还蛮高的 然而比起WiiU版的 84分低了一点 那我们赶紧读一下 各大评论为什么会给他这个分数 澳洲最大的任天堂评论网站 LOOKS 评了一个90分说 假如你已经玩过 超级玛丽欧U 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值得你回来重玩 它也就是那个很棒的2D玛丽欧游戏 随着时间的累积 一旦没有不好玩 还加了一些小许的进步 你只需要确保自己没有抱着 会超越2012年原作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 假如你从来都没有玩过的话 准备好接受惊喜吧 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透过选择新角色 来玩一个更加简单上手的玛丽欧游戏 不需要的话 原本的难度 还是在那边可以给你选择 可是当然 要是今天这一款是一个全新的玛丽欧的话 我们会更开心 接着 荷兰最大的游戏杂志 Power Unlimited 给了一个85分说 玩过WiiU版本的玩家 是不会在豪华版中找到令人惊喜的新内容吧 然而 假如你是新玩家 或是2D平台游戏的爱好者 这一款玛丽欧几乎是必买的 全球最大游戏新闻网站 IGN 直接给了一个80分说 这是一个极度平易近人 以及内容丰富的平台跳游戏 对于那些想要用比较不严苛的方式 完成高难度关卡的人 齐诺比克跟偷天度的加入 是一个很好的改进 况且游戏里面包含的新超级路级U 更是大幅度的增加它的游玩时速 尽管啊 在Switch上面 已经有几款同样类型的游戏 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新超级玛丽欧U豪华版 然而它依然是一款十分令人享受的平台游戏大放送 另外 全球最大游戏危机网站 Fandom也同样给了一个80分说 虽然它打破了全球库巴基粉丝的心 这款很棒的游戏 还受影响到喜欢各种不同难度的玩家 然后尽管可能因为没有太周全的考虑加入的新角色 有点让游戏变得太简单 这款作品还是有像动作大片一样超多内容 值得你不管是一个人享受 或者是四个人更加欢乐的同时进行 OK 以上都还算是蛮高的评分 但是我想说应该看点负面的意见吧 找来找去最低的差不多也70分 就有这不属于IGN的游戏新闻网站Gamespot说 即使是套一个老旧的公式 这款游戏依然可以作为马力游系列一面 一个不错的新成员 有着招牌的俐落操作感 以及同时易上手有深度 虽然可能对于来过蘑菇王国 好几次的玩家而言有点老套 豪华版还是值得去玩一遍 尤其是当你没有玩过WiiU版本的话 讲到这里 大多数的游戏评论都同意 这是一款还不错的游戏 特别是你没有玩过原版的话 况且台湾应该没有几个人买过WiiU吧 那myboy 你们自己觉得重置的诚意如何呢 平均80分是太高还是太低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或是你可以直接加入皮卡军团的Discord 在那边聊天或是约打游戏都很方便的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假如你有得到一些新知识 或觉得影片有趣的话 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 之后有好玩的游戏发售我也会发新片 所以要记得订阅敲钟才会得到通知哦 OKmyboy 我们继续下一次游戏皮卡路 见啦